突发 刚刚 美股大跳水500点 发生了什么 拉闸限电是对美国的金融战 央视网 没那么多大旗 近期的拉闸限电闹得沸沸扬扬 以至于一篇从限电讲到世纪通胀 中美金融大战的文章一度在网络上疯传 自媒体称 这是中国在下一盘大旗 以现产停产调整产能结构 提高出口商品价格 而广发飞银沉浮团队 咨询了数家规模百亿以上的量化私募 得到一些反馈 供参考 近期 A股市场成交额持续破万亿元 高皮量化交易等 被认为是背后最大的推手 28日晚间 美股在大跌 截至发稿 道琼斯指数一度跌超500点 纳斯达克大跌超2%